祝福我們大拆 好 開了 好 那可不可以請王爺講 因為他一百歲了 百歲人類坐著輪椅 來到球場中央 為比賽進行開球儀式 中山區大直里在培營公園 舉辦第四屆慈光杯 籃球嘉年華 吸引30個隊伍 分成國男 國女 親子 壯年 以及青年五個主別 總共將近200位民眾 報名參加 現場充滿熱血沸騰的氣氛 然後讀時間大學 然後是時間大學校隊的 教練跟我們講說有這個比賽 然後我們就過來這樣報名 然後剛好也在附近 就是過來打打看 這樣 平常都是打正規比賽比較多 三對三比較少 幾乎沒有 打是第一次打 打就是還不錯 還滿有那種 就是街頭感覺 這個是因為我們大直里 里長的號召 所以我們附近的里民 無論如何也要過來 這是我們第四屆舉辦的 也是由我們的里民花起的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棒 所以我就跟他們整個把它擴大 所以這一次算是加上嘉年華 然後才多元化 所以特別熱鬧 大概有30個隊伍 那我們會分很多的組 有常青 成人 國中 高中 那我們這次 因為是採多元化的 所以我們這個嘉年華呢 我們另外 有32個攤位 然後裡面有很多宣導 很多義賣 然後讓大家來共襄盛舉 那最重要的小孩子呢 我們針對小孩子的部分呢 我們有一個以環保為主題的 一個金魚迷宮呢 兒童遊戲 那個很特別 讓這個小孩子來玩 然後同時還有卡拉OK大賽這樣子 這次表演節目也很多 我們有實踐大學的熱舞社啦 還有藝術家協會啊 有很多的公益表演 還有國中的跆拳道啊 還有歌唱表演 還有我們社區媽媽的團體舞表演 非常的精彩 大致力的我們的蔡俊賢里長 真的很用心喔 他為了能夠讓這個少年 壯年 成年人都可以參加這個 都可以運動 都可以參加籃球 所以他就辦這樣子一個 三對三的籃球賽 那因為籃球是全世界 最風靡的一個運動 那事實上是這個三對三是 場地不大受限制 那人員組成也很單純的 那能夠很簡潔 而且可以很快速的完成 那我覺得他對鼓勵社區的 這個運動的推動非常用心 那他也很別出心裁 又今天又擔任這個神秘人 然後又把歌曲唱得很好 所以這麼好的里長 我真的很肯定他 為我們大直理大直社區的付出 球場中央打得激烈 周圍也沒閒著 現場有多達三十二個攤位 吸引民眾前來逛逛 大直理好鄰居 實踐大學也共襄盛舉 設置了六個特色攤位進行義賣 有吃有玩 還可以透過服裝設計 感受永續環保的精神 非常感謝實踐大學校長 他也全力的跟我們支持 也任養了六個攤位 那我親自來參加我們這個開幕典禮 那我們非常感謝丁校長 丁博士 那我們請丁校長來跟我們講兩句 好 謝謝里長 那實踐大學在大直地區 已經邁入第65年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敦清牧林 那大直是一個很 這個很豐富 很高尚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希望學校對地方 有多多的幫助 整個在這裡設計學院的服裝設計學系 今天帶來是裙擺搖搖 那我們事實上用了很多就是 庫存的布料 珍藏的布料 有情感的布料 來做成服裝 裙子的這個部分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們希望能夠永續時尚的經濟循環這一塊 那過程裡面除了剛才等下 你也會看到有泥染 泥染也是一種永續的一個染法 其實我們的學生去台灣 找了台灣地區的泥土 找了苗栗的泥土 找了台北的泥土 他們磨成了顏料 來做染色的這一塊創作 那最主要其實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剛才提到了 用地球的有限的區域的一個色彩 來做這件事情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而且它很省水 比一些染料上面來講都是省水 而且也是天然的 那這一次大直禮 一共給實踐大學六個攤位 那我們就在校內來公開的徵求 那首先是我們的橋外生 他們把他們製作的可頌拿出來賣 那接下來是剛剛院長介紹的服裝系的作品 那另外就是我們餐館系自己做的 這個西湖咖啡 那還有我們的青山服務隊 這一次也出來 希望共襄盛舉 那最最重要的是我們還有一個攤位 是希望能夠鼓勵年輕人 遠離毒品 那他們有製作了一些遊戲 那只要你通過了這些遊戲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精美的禮品 那最主要是支持大家 遠離毒品 另外現場還有李明用大型紙箱等廢棄材料 搭建一座金魚迷宮 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宣揚環保理念 也吸引許多親子一起來遊玩 做這個環保民工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讓我們的孩子們體認環保的重要 第二個要認識我們現在海洋污染的問題 那這些海洋污染的問題 是不是在未來 讓我們孩子們真正在海洋這一塊 在環保這一塊好好的去珍惜 我們現有的資源 那我們也希望中壓有個機會給我們 讓我們這個大直立做炎做光 但是同時也是讓大家認識大直立 是個美好的社區 資料收集大概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資料 但是材料收集大概不到三個月 那把它組合的時間只有20個小時 20小時之內完成 那我也相信這個東西可以做推廣 也是鼓勵大家注意環保 那怎麼樣用環保的材料 我們都 你看所有的材料都是現成的 那也許都是人家不要的 但是我們把它組合起來 做一個最好的一個安排 讓每一個小朋友進去 第一要遵守規則 第二要注意我們的環境裡面 是不是有哪些東西可以運用的 我們只是在家庭裡面 不要隨意丟棄浪費東西 我願意陪你放過血汗 穿越了你 可如此而言 斷絕了所有的小事 擁有金詩歌王稱號的里長蔡俊賢 也戴著面具在現場高歌一曲 巧人活動氣氛 透過舉辦籃球嘉年華 居民以球會友交流情感 也為社區注入年輕與活力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ч.彷彿 �를 가지고支持 評論 柏 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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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